Hello!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一款遊戲就是Angry Birds 這款是Angry Birds Stella 是剛剛前幾天推出的 那就是女版的Angry Birds 我其實剛剛下載了下來都未玩過 不過我想玩法也是一樣的 那就是Rovio出的 Stella 其實呢 除了講這款遊戲之外 講講一家公司 Rovio在五年 大概四五年前出的Angry Birds 那時候就紅極一時 然後整個 芬蘭那些人 就全靠這家公司了 但是呢 因為出了五年 又沒有什麼創新的東西 那這家公司就開始蠻蠻蠻的東西了 那 CEO 就下個月就會請辭 那就找回這個Nokia的CEO來代替 代替他 那到時候不知道這家公司會變成怎樣 因為說真的 你Mobile這些東西 你每天都有人創新 你很難 就是一路constantly Stay on top 那 Anyway 那先說回這遊戲 有一隻 很邪惡的企鵝 然後呢 就派了一隻豬下來 那 這個呢 就 很純潔的鳥仔 在看信 然後突然有隻豬 掉下來 然後就偷了他的東西 通常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很敏 好像M到那樣 然後呢 就跑去報仇了 那 那他的Graphics呢 就比以前Angry Bird好多 那還有些動畫 那些東西 搞好先 其實我沒玩過的 我想大概玩法都是一樣的 蛤? 怎麼了? 沒事 OK 那 那 這裡呢 有點光 我試試調去掉暗一點 調去我的看護膜 OK 那 都是這樣 Projectile Motion 射過去 OK OK 哈 玩完了 OK 就是這樣了 OK 難怪一間公司好像奶奶的東西一樣 都好像沒什麼變化一樣 只是畫面漂亮了 OK 射上這個位置 然後它可以讓你轉路線 Tap and hold 這樣沖過去轉去 上面這些呢 再來 Tap and hold 這樣射過去 OK 喔 又玩完了 對啦 我想這遊戲大致上都是這樣玩的 其實我是介紹一下有什麼新遊戲給大家 這遊戲都是Play Store到現在很熱的 在這裡一二三過關了 對啦 那 不介紹這麼多了 因為都是這樣玩的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下載試一下 這隻就叫做 Angry Birds Stella 那條link就會放在Description 那繼續 接下來會介紹多些好玩的遊戲 或者實用的Apps給大家 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